五种糖尿病要小心的地雷水果 我们经常听说糖尿病患者需要避免吃水果 因为水果会导致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飙升 对糖尿病有负面的影响 其实患有糖尿病也还是可以经常吃水果 毕竟水果是健康饮食中的一部分 是身体获取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抗氧化剂的来源 要糖尿病患者完全不吃水果可说是不切实际 然而,众多水果都含大量的碳水和糖分 有些水果的碳水和糖分非常的高 会直接危害糖尿病患者的新陈代谢运作 导致病情更加严重 因此,糖尿病患者要时时刻刻注意和避免摄取高碳水和高糖分的水果 健康就好,今天将跟大家分享 五种糖尿病要小心的地雷水果 事不宜迟,我们一起看看到底有哪些地雷水果吧 节目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 如果你喜欢健康就好推荐的视频 觉得不错的话,你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通知,和点赞我们的视频 好的,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第一,香蕉 大家都知道香蕉是健康又好吃的水果 而且,吃香蕉有助于减肥,疏解压力,保护心脏,补充体力和促进肠胃蠕动 所以,香蕉一直以来是广受欢迎的水果 但是,香蕉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就另当别论了 因为香蕉是糖尿病患者的地雷水果 香蕉含高糖分,会增加糖尿病患者身体的新陈代谢负担 尤其是越熟透的香蕉,所含的糖分就越高 每吃一条中等体型的熟香蕉,你会摄入14克糖分 相等于3茶匙的白砂糖 而糖尿病患者摄入过量糖分,就会容易引发血糖飙升 如果你患有糖尿病,你应该避免吃已经熟透的香蕉 因为它们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数都非常高 如果真的很想吃香蕉,你可以选择吃胃熟透,带有青皮的香蕉 因为青皮香蕉属于抗性淀粉,比较难被消化 吃青皮香蕉可以减缓消化速度和防止血糖飙升,也不容易囤积脂肪 所以,熟透的香蕉就是糖尿病患者要小心的地雷水果 第二,西瓜 西瓜是炎热夏天最佳的消暑节壳水果 它香甜多汁,而且容易吃,让人情不自禁就会连续吃上好几块 然而,西瓜是一种高升糖的多汁水果,它的升糖指数高达72 是糖尿病患者要谨慎吃和避免的地雷水果 虽然西瓜也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如维他命案,矿物质和纤维等等 但是,糖尿病患者切记不可以大量吃西瓜 因为无节制的吃西瓜很容易就会导致你的血糖爆表 此外,糖尿病患者也不鼓励喝西瓜汁 因为去掉纤维的西瓜汁会让你的血糖飙升速度变本加厉 所以,糖尿病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 如果你患有糖尿病,考虑尽量少吃或避免吃西瓜 因为它是糖尿病患者的地雷水果 第三,荔枝 除了西瓜,荔枝也是另一种香甜又多水分的夏日水果 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都很普遍 荔枝含高达82%水分以及16.5%的碳水 所以,荔枝也经常被用来制作成各种甜品 鸡尾酒饮料、果酱等等 贴开荔枝的高糖分不说 它其实也是非常营养的水果 因为荔枝含丰富的维他命C、抗氧化剂、铜和钾 可是,荔枝确实是糖尿病患者的地雷水果 因为荔枝所含的水分和碳水都属于高糖分和高甜度 碳水是容易引起血糖飙升的成分 它会大大增加糖尿病患者身体新陈代谢负担 每吃100克荔枝,你会摄入15克糖分 相等于大约3.6茶匙的白砂糖 如果你稍微没有注意到分量 你会摄入过量的高糖分碳水而引起血糖飙升 所以,爱吃荔枝的糖尿病患者要格外谨慎 应该少吃或尽量不吃荔枝 因为它是糖尿病的地雷水果 第四,芒果 夏日炎炎,酷热难耐的六七月是芒果的盛产季节 芒果富含各种维他命、纤维、抗氧化剂、钾、合同等等矿物质 而且,很多人都喜爱吃芒果 还将芒果制作成芒果汁、果酱、甜品或美味佳肴 香甜的芒果实在太好吃了 但千万不要吃太多 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朋友 因为芒果也是糖尿病的地雷水果 虽然芒果的生糖指数只有51 属于低生糖的水果 但是越熟的芒果对糖尿病患者越危险 因为熟芒果的糖分含量比半生熟或生芒果还要高 这会大大提高芒果的生糖指数 糖尿病患者也应该避免喝芒果汁或芒果糯米饭 它们会导致你的血糖急速飙升 如果你患有糖尿病又想吃芒果 你应该限制摄取的分量和选择吃半生熟的芒果 用半生熟芒果配搭水煮蛋 鸡胸肉 坚果和蔬菜一起吃 这样不仅营养丰富 开胃好吃 也不容易导致血糖飙升 第五 黄梨 黄梨也是另一款夏日结暑的热带水果 黄梨也叫做凤梨 菠萝 它香甜多汁又爽口 虽然黄梨含丰富的维他命锡 矿物质以及纤维 黄梨却是糖尿病患者要小心的地雷水果 它的生糖指数是66 属于中生糖的水果 黄梨果肉所含的碳水和糖分也非常高 每吃一份100克的黄梨 就会摄入10克糖分 相等于两茶匙的白砂糖 一个不小心 你就会摄入过量的糖分而导致血糖飙升 糖尿病患者也应该避免黄梨加工品 如罐头黄梨 黄梨果干 黄梨包装果汁或鲜榨黄梨汁 因为每当你喝下一杯黄梨果汁 你会摄入25克糖分 也就是大约6茶匙的白砂糖 简直太可怕了 如果你真的很想吃黄梨 应该考虑半生熟黄梨或冷冻黄梨 搭配其他含蛋白质和高纤维的肉类一起吃 才能有效减缓血糖飙升 今天的节目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以上节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别忘了订阅健康就好 关注和支持我们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和点赞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健康就好 再见